不过这菲律宾敲杀我国渔民这起事件呢 仍是引爆了国人怒火 这台南市的沙雕艺术节活动就特别找来艺术家 用沙雕做出了护鱼专区 而且这沙雕渔船上还刻上了全民团结保护渔民的字样 更有这次亲针护鱼的台南舰也做成沙雕 栩栩如生在周末假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去拍照 辣妹穿上水手服替沙雕活动任务开场 来看看这个沙雕护鱼专区 不仅有沙雕的渔船警才号 甚至连护鱼的台南舰都有超逼真 辛苦努力赚钱的渔民们不要为难他们 那也希望飞国可以正面的对我们协调 八个字全民团结然后保护渔民 让我们台湾的人一起团结一心 然后台湾加油 海上航行的船舰搬到陆地做成沙雕实在少见 静裁后的船船还刻了全民团结保护渔民的字样 宣示捍卫渔权 民众围观抢拍 新闻时事和创意沙雕结合也超吸睛 广大新事件的时候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有台南舰出去 那台南舰刚好是我们台南 这名称刚好是用到台南 所以说我们在想到 这个台南舰 那我们钓一个台南舰 广大新案引发关注 台南市的沙雕艺术节活动 特别请来艺术家雕刻虎与专区 插上国旗的舰艇 果然吸引游客目光 艺术家用沙雕创作捍卫渔权 另类的宣誓也充满话题 追求参用计划配如S1小组 太难不倒 感谢观看